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此道呢 在古代主要是颠川这边通往外面的一个重要的通路 在西南地区时有发现这种短的小节的 但是保存的最好的就是在我们一会儿要去的地方 豆沙关呢 是我们云南的一个重要关爱 我感觉它呢 是明月侠和建门关的一个结合 既有很多条路通到这儿 而且又有一个重要的关卡守在这儿 因为这个豆沙关自古以来都是交通要道 所以呢 它有很多种进出云南的方式 这上面这条是高速 然后这条是公路 这条是铁路 这是我们现代三种道 然后下面还有一条水道 当时可以走船 然后还有我们刚走这个五尺道 一共五种 明月侠还剁一个嵌夫鸟道 这个地方因为不需要拉嵌 所以没有嵌夫鸟道了 但是也是非常多的类型 而且它们地理位置对于两个省来说也是几乎是一样的 明月侠是由闪入川的 然后豆沙关是由川入巅的 豆沙关一关 云南就和四川断了联系 曾经历史上有一次 他们把这个豆沙关的关门关了40年 就是在唐玄宗天保年间 而且这边还有很有名的博人玄关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看看这个悬崖 对面的山上就有玄关 是博人玄关 博人呢 是夏朝的移民 他们很英勇善战 商朝的时候就把他们作为努力 后来他们帮助西州反抗商朝 在西州建立以后 周五王给他们封了一块封地 这里就在宜宾这一带 这个地区都是博人的 所以在这边有很多可以看到的这种博人玄关的景象 天哪 你看对面这个崖上 这个缝里这些就是棺材 哦 玄关就是这里是吗 简介上说这里有九具棺材 然后还有十一具遗体 好了 咱们吃巨资五块 让你们看一下玄关的近距离 看到了吗 它那个棺材上面有些石头把它架起来的 怎么样 清楚吧 我觉得这个五尺道真的太牛叉了 你看它这么宽 比我们贵州那个时候 奢乡夫人修的那个道宽了起码有两倍 然后它还早最少1600年 奢乡夫人修道是在明初 然后这边是先秦古道 是在公元前两三百年以上 之所以这个五尺道有这么宽 有五尺这么宽 和它的修建者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礼宾修建的时候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机芯烧岩法 就是把树砍下来放在石头上烧 然后高温把石头烧热了以后再泼水 让它迅速的冷却 然后炸裂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 然后让这个道路变得更宽 所以你看它这个道有这么宽 起码可以并行三匹马 是在古代来说就是非常宽的道 而且这个五尺道很长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五尺道虽然没有多少 但是在秦朝的时候它是蛮长的 这条道是礼宾修的 然后礼宾还干过很多很多 更加 那我觉得是划时代的事情 比如说修建都江宴 比如说去自贡采集景年 开创了新的景年采集方式 礼宾在那个时代不是单独存在的 秦朝和它之前的秦国 其实在基建方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差的 万里长城 鹅庞宫 鹅庞宫毁了 郑国渠 郑国渠还用着 秦直道 秦直道也荒芜了 林渠 林渠好像还用着 成都渠受了不出江宴的恩惠几千年 所以我们会那么的富饶 因为是在科技治国呀 我觉得搞基建真的是我们从古 至今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事 我们想要去开拓哪里 就先修一条河路 或者修一条公路 然后我们再过去 过去了以后再把那个地方治理好 然后拿到财政回报以后 我们又可以去修建别的 这是一个良性情况 而且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无耻闹 也是非常重要的秦朝基建工程的组成部分 它打通了中原到云南的这一段 然后让这些地方在我们的史书传记载 不再是画外之地 而且它是南方丝绸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你看现在这些痕迹就知道 当年它是有多么的车腿马 你看这些印度 这些马迪 这些人脚印度 估计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 这个石板都还在发亮呢 你知道我感觉什么吗 我感觉 我感觉 松鼠 我感觉 你在这里和历史在进行一个重叠 我们再对话 闭上眼睛就可以听到马的铃声 五尺道的景区门票是32块 游玩时间快一点的话可能20分钟 慢一点的话像我和苗总可能就要两个小时 关键在于你对它了解有多少 然后这个景区从现在到今年年底都是免票的 所以ék紧 你什么都要做 你有没有没有没有